哪有國家的安全 哪有一個國家的國防是用說服的 是用勸的 欸 台灣的主權是屬於台灣人 不是屬於美國人吧 那你期望美國人為你而戰 但同時自己也不願意多花一點錢在自己的國防 這會讓美國人有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Albridge Colby 他是在發表他的意見的時候 我認為他講得非常的有道理 他也有舉波蘭的例子 新聞硬邦邦聽新聞最爽 我是節目主持人斯坦 歡迎各位收看 今天我想跟大家討論一個還蠻嚴肅的問題 也就是台灣的國家安全 以及台灣的國防預算相關的理由 我相信最近很多台灣的朋友們 有看過這則新聞 就是台灣的2025年的國防預算通過了 而且如果你看以GDP的百分比來看 它是比2024還要低 雖然很多的新聞都是在說它是創歷史新高 但是你如果是看2025年跟2024年 在GDP的百分比的話 它是2024年是2.5% 2025年呢 則是2.45% 而且在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國家的挑戰 就是中國 中國一直在挑戰台灣的主權嘛 這種時候GDP的2.45%是非常的不夠 是非常之少 這時候美國保守派 美國的共和黨的 Elbridge Colby 一個非常資深的分析師 他以前也是川普團隊的 基本上在負責美國的國策 從歐洲跟中東的事物 把重點放在亞洲 轉移為要在亞洲區域制衡中國對擴張的一行 川普的時候就是Elbridge Colby在負責這件事情 他也算是現在美國願意跟獨裁國家 像是中共硬碰硬的政策之父 他最近其實關於台灣的國防議題 講得非常的直接 他認為台灣沒有看中國防的發展 在面臨非常大的挑戰的時候 在今年五月份他在台北時報有發文章 那也造成了很多人的批評 也很多教授 很多左派教授在批評他 我看過一個日本的Ogazawa教授 有一些台灣是應該要被鼓勵 而不是過度對台灣施壓 叫台灣多花一點錢在國防預算上面 不過我覺得我不想用幼稚這個詞 但我覺得這種的說法是非常的天真 也非常的自私 因為哪有國家的安全 哪有一個國家的國防是用說服的 是用勸的 欸 台灣的主權是屬於台灣人 不是屬於美國人吧 那你期望美國人為你而戰 但同時自己也不願意多花一點錢 在自己的國防 這會讓美國人有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Albridge Colby 他是在發表他的意見的時候 我認為他講得非常的有道理 他也有舉波蘭的例子 其實波蘭現在國防預算已經是超越4% 然後2025年很有可能會達到5% 波蘭是沒有在打仗中 波蘭的GDP也是跟台灣差不多的 非常接近的數字 有時候波蘭比較高 有時候台灣比較高 就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在那個世界上的GDP排名 波蘭跟台灣是同一個位置的 而波蘭也是北約的成員 所以其他的北約成員國 包括德國、包括英國、包括軍事大國美國 包括加拿大 如果波蘭發生三場兩端的事情 有義務 有義務保護到波蘭 有義務跟波蘭一起處理外地侵略的問題 台灣目前面臨的挑戰異議 波蘭面對的俄羅斯還要大很多 無論是從人口到GDP 到他的國防到他的軍隊 但是台灣的國防預算如此的低 這件事情應不應該被批評? 我覺得這種事情最應該要被批評 台灣人有自信 台灣人對自己的國家 對自己的國防有自信是好事 但是最後真的發生了緊張的事情 美國也要保護台灣 但是沒有人希望可以打一個 你一定會輸掉的戰爭 目前來說 Albridge Calvary認為 台灣沒有準備好 台灣沒有準備好 美國要保護台灣的話 首先呢 台灣也是要確保 美國人來了之前 台灣可以守得住 台灣的地理環境 台灣的經濟 其實都是足以讓台灣能夠保護自己的 但是台灣的國防問題 到目前為止是非常的多 我還沒有開始講台灣的國防部 被中共滲透的問題 而且有一些台灣的軍官 還甚至簽了投降議員書 然後當然這種時候 會有一些爪教跑出來說 共和黨會拋棄台灣 川普說台灣要付錢 那Albridge Calvary說台灣的國防預算太低 但是民主黨像是蘇利文這種人 已經也成為了像是 烏克蘭人的公帝喔 因為他一直在阻擋烏克蘭可以打擊俄羅斯 他一直阻擋美國的設備 可以用在攻擊俄羅斯的議題上面 民主黨的做法 大致上他什麼都不會跟你講 他表面上對你很好 說你民主國家你好棒喔 我們就要做好朋友 發生了什麼大的問題 你就看看他怎麼處理阿富汗 你看看他對以色列的幫助非常的不及格 應該要提供更多 而且也不應該在這種時候 繼續輸出錢到哈馬斯那邊 你看2014年俄羅斯第一次侵略烏克蘭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民主黨執政的喔 那時候是歐巴馬執政的 你覺得他有處理的好嗎? 敘利亞戰爭也是讓俄羅斯在那邊蓋基地 你覺得民主黨有能力處理 國際上的戰爭性的那種危機嗎? 我覺得這裡要打一個問號 還有從阿富汗撤軍這個東西是非常的羞恥 共和黨是很現實的錯 共和黨也直接會跟你說他要什麼 川普就直接說你付錢阿 阿富汗直接跟你說你國防預算太低 你面對這種挑戰你付2.45% 只是和平的時候都不太夠 在面臨戰爭的時候這也是非常的不夠 而且還必須要說滲透的問題 設備老舊的問題 很多問題是必須要處理的 那當然有些人會講 喔可是藍白會打 藍白是台灣國內的議題 最後要為台灣流血的除了台灣人之外 也有美國人 那你要跟美國人 喔可是我們有藍白的問題 台灣最核心的盟友 不是美國 如果他發現你沒有認真看待你的國防的議題 Elbridge Colby有說5% 那你先拉到3% 拉到4% 也都是會看到有進步 你2025比2024還低 這種行為 以外界來看是非常的不成熟 那你希望美國可以幫助你 首先呢 你要自己有意願幫助到自己 憑現而論現在的國防預算真的是非常少 沒有在面臨戰爭危機的國家 像是波蘭 都畫得比台灣多 現在很多人都是在講 我們希望可以有軍事改革 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設備可以買 現在美國給你一個最直接的信號 而且這一次有可能共和黨會當選 共和黨當選了 你要買的話 你預算不夠啊 你怎麼買 那這樣子不就是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台灣真的可以很認真的看待國防的議題 然後當然台灣的媒體 非常的會自我安慰 也會說 現在台灣的軍費是創歷史新高 但是這個數字是不能這樣子看啊 你要看它是在你的GDP的百分之多少 我每次提到波蘭 我看到下面還會有人留言 可是波蘭的GDP比較低 根本就不是啊 波蘭的GDP 它是跟台灣不相上下的喔 波蘭花的錢在自己的國防 比台灣人花的多很多 我們明年可能會到百分之五 現在已經是百分之四了 可能會到百分之五 你2.45%比去年還低 是非常的不夠喔 而且我其實也跟波蘭的軍人 有聊過這個議題啊 其實也很多人都知道 也看得出來 台灣在國防議題方面 遇到哪些事情 而且每個人第一個會跟你講 你軍費要增加 第一個說軍費增加 第二個要購買更多東西 那目前美國願意幫 你應該要把握這個機會 而且你們看到 像是Elbridge Colbert 這個人非常關鍵 川普當選的話 很有可能他會做國策顧問喔 像在蘇利文的那個位置 而且這個人 他其實對台灣貢獻也非常大的 美國決定要把外交跟國防的重點 放在亞洲區域 背後也是他喔 所以這個人他其實是秦台派的 但是他非常的清楚知道 你台灣發生什麼問題啊 而且你的問題點在哪裡 你不能因為忠言逆耳而出征他 這樣子也會讓人家覺得 你很幼稚而已啦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就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 在這裡的影片下面 會有音源科技跟Patreon 這兩個網站的連結 一定要關心台灣的國防議題 我是斯坦 我們下次見 待會啦 你翻譯開 我翻譯開 我翻譯開 你哪會 列星堡 你每個月